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今天呢是大年初八 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怎么样 现在很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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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全台湾各地 好像都是一个冻番薯一样的冷 不过好消息是呢 最冷的时刻就是现在了 那么接下来的白天呢 这一波的大陆冷气团的威力呢 就会逐步逐步的减缓 白天的温度会很明显的回温 各地的高温都渴望上看20度 所以今天清晨真的很冷 那么北部地区的都市区域的低温 只有11 12度 如果到了空旷地区的话 就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 陶族苗地区 尤其新族苗栗的空旷地区的低温呢 甚至于只有5到6度 所以冷不冷真的很冷 但是呢白天的温度呢 又很快速地回升 未来几天的天气 未来7到10天 大概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呢 都会是类似像明天后天 回温的相对好天气 但还是要提醒大家 虽然白天呢 整个的这个 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威力呢 开始减缓 然后呢气温回升 但是因为是属于干燥 不下雨的天气状况 所以呢沿海空旷地区 到了清晨的时候的 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也非常的强烈 所以明天后天的清晨 仍旧会出现10度左右的低温 提醒大家呢 未来几天白天很温暖 但清晨要注意低温 好我们来看今天呢 各地降雨几率都是零 而在温度的部分呢 北部地区白天温度 11到20度 中部地区是12到23度 南部地区是13到24度 东部地区是10到21度 澎湖地区是14到18度 目前各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台中花莲 现在都只有13度 台南15度高雄16度 宜兰只有12度 台东跟澎湖也只有14度 所以低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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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温暖温暖温暖 到了清晨又会急剧的降低 好请大家注意了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都是下跌的 道琼工艺指数呢 下跌了119点 收盘指数是31493点 跌幅0.38% 那萨克下跌了100点 收盘指数是13865点 跌幅0.72% S&P指数下跌了17点 收盘指数是3913点 跌幅0.44% 费城半导体则下跌了31.45点 收盘指数是3146.79点 跌幅0.99% 美国股市呢涨多了 然后出现了拉回其实基本上也算是合理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市场现在高度关注 美国十年齐功在持利率 因为在上个星期呢 美国十年齐功在持利率上升的速度 非常的快 那么昨天呢 因为美国联准会的会议记录公布了之后呢 显现美国联准会呢 试言它会维持宽松的政策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维持它之前的这一个公开的论调 预估呢这个2022年呢 都可能会持续的宽松 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讯息之下呢 使得美国的十年齐功在持利率呢 小幅度的拉回 不过到今天清晨的时候呢 它又上升到了1.297% 仍旧呢是维持在一年左右的这一个高档 好那在五大科技公司当中呢 那么都是除了亚马逊之外都下跌 苹果下跌0.86% 脸书下跌1.53% 阿发贝下跌0.6% 那么亚马逊小涨了0.59% 微软小跌了0.17% 那至于台股的ADR的部分呢 台积电的ADR继续下跌1.2% 热光的ADR下跌了2.33% 联电的ADR是持平的 而中华电信的ADR则小涨了0.1% 好那台股的ADR呢 连续第二个交易日拉回 所以呢也使得台指期呢 的夜盘那么下跌了77点 所以今天呢对台北股市连续 两天开红盘了之后呢 可能会面对的是拉回整理 要注意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油价 纽约油漆会价格下跌了62美分 每桶的报价是60.52美元 跌幅1.01% 北海布兰特原油下跌了41美分 每桶的报价是63.93美元 跌幅0.64% 而芝加哥黄豆期货下跌了8.75美分 每普色是1375美分 跌幅0.63% 至于在黄金的部分呢 那么出现了这个五天以来的首度小幅收高 上涨了2.20美元 每盎司的报价是1775美元 涨不0.12% 而追踪一篮子货币的美元指数 它的这个下跌了0.33个百分点 来到90.601 那至于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 也都是下跌的 英国金融市报班的股价指数下跌了93点 收盘指数是6617点 跌幅1.4%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了37点 跌幅0.65% 收盘5728点 德国弗兰克福指数下跌了22点 收盘指数13886点 跌幅0.16% 好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今天的早报新闻了 那么首先呢是美国的经济数据 美国股市的下跌 当然有一个因素市场被拿来做借口的呢 就是美国的初次勤领失业救济的情况 又显现出来整个的失业状况 似乎又有一点点恶化的情形 好所以呢美国昨天呢所公布的上周 初次勤领失业救济人数呢是86万人 这个呢比前一周的84万人增加 而且也比预期应该要降到77万人呢 明显的增加 所以美国第一 它的初次勤领失业救济人数又增加了 然后呢连续勤领失业救济人数呢 是449万人 虽然比前一周减少 但比预期的要来的高 所以就业市场的改善 显然没有像预期当中的这么样子的顺利 而且是单方向的 似乎呢还是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整理 好那么另外呢 美国联准银行的2月份的制造业指数是23 这个呢比前一个月的26 明显的小幅度的拉回 好所以就业市场呢 确实是让人担心的 不过其实也有好消息 那就是呢美国的CEO们 他们执行长们所做的调查显示 美国CEO的信心指数 现在已经来到了17年来的新高了 这个呢是由美国经济资商会 他们所做的调查 美国1月份的美国企业执行长 信心指数是73 他的中位数是50 所以只要高于50就是乐观 低于50呢代表趋于悲观 那他现在来到73 代表的是非常的乐观 比去年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呢 所做的信心调查只有三四相比呢 是明显的乐观 而且是这个创了17年来的新高 从2004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而且呢这个信心的上扬 有很具体的后续的 在经济实质面上面的影响 那么就是在这个就业市场上面 征聘更多的员工 而且愿意加薪 有36%的CEO呢计划未来12个月内 要将员工的薪资上调 而且超过3% 那么这个同时呢 有45%的CEO希望提高资本支出 那么有47%的CEO要招募更多的新员工 这个呢都明显的比前一个月的调查呢 要来的好非常 比前一季的调查呢 要来的好非常的多 好所以看得出来 美国现在它的执行长 信心来到了14年来的最高 这个当然是有助于大家对于经济恢复的信心 好不过呢现在呢 把它带来疑虑的是 因为这个经济回升的速度预期很快 那么这个时候呢 美国的新年期供债殖利率呢 就开始快速的上升 去年呢在8月的时候呢 最低的时候 美国新年期供债殖利率只有0.51% 但现在呢已经来到了1.29% 那么会不会影响市场由股市转为债市 好那现在呢投资银行开始呢 列出那一个灵界数字 就是当你的十年期供债殖利率高到什么程度的时候 可能会导致市场的资金由股转为债市 好那么这里面呢 每一家投行呢预测的不尽相同 一般而言超过1.5大概才有机会 刺激资金呢从股市转到债券市场 摩根大通预估呢 至少是要到2% 好那他预期今年呢 美国的新年期供债殖利率 今年底会达到1.45% 但要刺激资金从股市转到债券市场 要达到2% 花旗认为要1.7% 才有可能弃股转债 而ING呢则是认为呢 可能要到1.4% 1.5% 那么野村集团呢 也认为这个灵界值是1.5% 好所以呢至少要到1.5% 才可能导致资金上面的流动 好不过这一个讯息就是 殖利率的信息呢 还是要小心的注意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比特币比特币呢 现在的最新的报价呢 是51748美元 当然昨天呢 在盘中的时候呢 是一度突破52000美元 甚至于是来到了 52531美元 现在开始呢 分析师呢 喊出这个比特币的 这个价格 那么这里面呢 天桥资本创办人 斯卡拉木奇的为 因为现在比特币的攻击 其实是有限的 就是你挖矿 它其实每隔一段期间 这个可以挖到的 这个比特币呢 是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好所以眼看着攻击呢 是越来越少 但是需求就包括了 机构法人的 愿意投入比特币的投资 把它列在它的资产负债表里头 列为其中的一个项目呢 那么在需求还会不断地成长的情况之下呢 天桥资本创办人 斯卡拉木奇呢 他认为比特币年底之前 渴望挑战10万美元 他是非常看好的 好那当然也有这一个反对比特币的人认为 其实比特币 它没有任何的资产 就是一个泡沫 好那么除了这一个天桥资本的创办人之外呢 这个ARK Invest执行长 也被称之为女版的股神 方舟投资的执行长呢 那么他伍德 他认为比特币呢 如果他的交易更加的成熟 也就是他的周边配套的这些措施 更完整的话呢 会有更多的企业 把它纳入资产负债表 这个时候呢 比特币渴望上看 25万美元 好请注意哦 伍德并不是直接的喊说 他会到什么样的价格 他有一些前提 那就是呢 他的投资必须要更成熟 然后有更多的企业 愿意将比特币纳入 他的资产负债表里头 那这个时候呢 25万美元 就像这个特斯拉 把这个比特币纳入 他的资产负债表 愿意投资 现在传出来 贝莱德呢 也开始尝试要投资比特币 好那现在最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这一些企业机构法人 他们会不会转向的问题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中美之间的贸易战 到底美国会付出多少代价 美国商会呢 昨天提出了一份88页的报告 在这份88页的报告 详细的列出美中之间 如果脱钩的话 那么美国的代价有多高 这里面呢 半导体美国会企业会损失 541到1240亿美元的产值 而且违级10万个工作机会 航空业呢 估计损失381到510亿美元 而且流失16万到22万个工作机会 化工业损失380亿美元的产值 跟10万个工作机会 然后医疗业损失的部分 至少是236亿美元 所以再加上旅游服务业 旅游教育服务业的损失 那么估计美中之间 如果这个投资 包括了削减对中国大陆的投资 双边都提高关税 相互脱钩的话 整个代价 美国就要付出数千亿美元的代价 而美国商会呢 这一份报告很明显的 是希望能够这个改变拜登的政策方向 影响拜登的政策方向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昨天呢是入股这个开红盘 春节开红盘 但是呢 因为人民银行昨天呢 等于是回笼 这个这个抽回资金 2600亿人民币 因为昨天呢包括逆回购跟MLF 就是中期借贷便利 到期的呢 有4800亿人民币 但是呢 它释出的资金只有2200亿 所以等于是收回了2600亿人民币的资金 所以使得昨天入股呢 开高走低 上证指数只有上涨了20点 刷盘指数3675点 涨幅0.55% 深圳城只下跌了194点 跌幅1.22% 香港恒生指数呢 也涨多了 拉回下跌了489点 来到30595点 跌幅1.58% 台北股市的部分 昨天在亚洲市场 普遍表现不佳的情况之下 持续的上涨 上涨62点 刷盘指数16424点 涨幅0.38% 成交金额萎缩到3655亿元 不过外司法人呢 从第一天的开盘 开红盘的第一天的买操 296亿元 那么反手变成卖操 32亿元 好 另外呢 台币的部分呢 来到了23年半的新高 值得注意的是 中央银行昨天 发行时间及公载 得标利率 对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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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